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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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到加息 我想有一個國家 竟然可以在今年叫加息 說的是新西蘭 我記得年初跟你聊天 你就說私人 私人建議 不構成投資建議 但是有建議你可以考慮 你有水晶球嗎? 你知道新西蘭為何是增長這麼厲害 其實我想 沒有人有水晶球 不過傳統智慧 新西蘭始終是最高息的貨幣 大家可能仍然停留在 金融海嘯前的時候 還記得新西蘭 當時有百利息 我想是傳統的高息貨幣 不過現在 只有0.25厘 已經不再說高息貨幣 沒有這四個字很久了 我想還要等多三四年之後 當息口回到正常 起碼我想三至四厘左右 才會重新有興趣 說回高息貨幣 但是它的經濟真的厲害 你看過疫情之前的打擊都相當厲害 然後你看到它有一個超級低基數效應 你會看到 比如按年 經濟增幅增幅 超過17% 按季升幅也有差不多接近3% 我看到很多人說 其實都有兩體的 因為第三季 他們又做了一些封鎖措施 可能對經濟又會有些衝擊 但央行行長 似乎出來 整個櫻頭 即是說 我也很有信心 感覺上挺有信心 不會太動搖到他們的收緊政策 那條路 變成市場 預期十月就有機會加第一次食 你自己覺得給它多少機會 我想如果你看利率期貨 幾乎都是百分之一百 至少加0.25 沒錯 今年是可以加到兩次食 甚至可能明年第一季 已經加到第三次食 即是將息口回到一厘 我想大家在這麼多外賓之中 其實看得最好的就是新西蘭市 其中一個原因 的確是疫情控制得不錯 你見到它反應很快 本身在二月份開始就沒有一個確診個案 但是一有的時候 總理立刻出來叫停 立刻封封封封封封封了 沒錯 就是一個倒截的政策 當然 其實你說算不算很成功 其實當時感染人數都多了 對比他們國家來講 但是現在我想一方面 剛才我們為什麼提到 英國是一個例子 就給大家 無論是之前一路有幾個國家 都是想用一個叫做清零的政策 即是真是零確診 那包括澳洲啊 紐西蘭 香港啊 新加坡等等 但是其實這些政策 我想現在都是有少少不切實際 因為大家要面對著疫情 可能會變種 也都會真是可能真的長期 久不久那些零星個案都有 所以變成大家都是要學會和疫情並存 但是如果你看到 新西蘭一路控制疫情 都在這麼不錯的情況之下 其實央行的 的而且很英 他講到說 如果不是當時有確診個案呢 八月份已經加了息 是的 那這個我想加上最主要 令到市場是有些信心的呢 其實就是它是一個 加息週期的開始 它不是一個 加一次再觀察一下的情況 它是一早告訴大家 今年我要加到多少 2022年的年中 加到大的目標是1.5厘 2023年 即是2024年之前 它跌跌都是這樣的 講得很清楚 是的 時間有些時間性在這裡 我想這個對市場來說 其實有幾方面配合 雖然央行可以這麼說 但是投資者我想都是聰明的 都會看看你真的有沒有條件價 例如說你通脹是不是很厲害 都可以了 3.3 沒錯 例如樓價又高 超高 甚至去做了一些壓樓價的措施 其實樓價都未真是很受控 好像雙位數增長的 今年的樓價 這個我想很多國家都是 因為始終你又低息 或者寬鬆的貨幣政策 我記得最多的 沒錯 所以它是有空間去加息 還有我想再配合過去這麼多年 它都是一個高息貨幣的身份 就是起碼大家都仍然可以看 有空間給它加上去正常化 還有它們要靠一個高息 去吸引熱錢流入 所以這個我想令大家對於這些 叫做喜歡收息的投資者來講 其實一定有增加的吸引力 但譬如你新西蘭園 它今年如果我計 就是Eatoday 其實都還未是正數 但是如果計過去三個月 其實它就 各主要貨幣裡面 它是算最美的 因為它都升到超過0.4% 我想某程度上都已經反映了 因為剛才我們談的那些因素 最終就是看看 究竟10月是真的加還是不加 加多少 現在這一段會不會尷尬一點 究竟應不應該追 我就建議不要追 因為始終現在我們看到 就是美金正在反彈 我想這個星期在議息會前後 應該都有機會 給大家在低位去買一買 當然可不可以穿到之前的低位 68美先呢 我就覺得一半半 因為其實68美先 其實你如果看到 我畫一條線出來 我自己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已經和 可能在各大媒體 或者是和一些客戶 都有講到這個水平 但是當時很坦白說 我都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看著這隻新西蘭 只是在抽上去 曾經去到74美先 就跟大家說68 是的好像越來越遠了 有沒有機會見回 不過這些是技術走勢上 如果你知道是個支持區的話 見得到這些價位 是不妨去買的 但是又很幸運 真的借著美金的反彈 是給你一次機會 但是一次機會 你再不想借 有沒有第二次 我們這裡就真的沒有水晶球 不過我想你會看到 在65至68美先的水平 在去年2020年 你看到大概第二三季時間 其實就橫行了又是半年時間 當時其實我印象中 很多客戶都在這裡 就有一點點很失望 因為長期看到新西蘭市 可能都是66美先 好像點了月一樣的 所以你說跌穿65美先的機會 我想是非常之低 所以有機會 不妨在69甚至68美先 不妨儲回新西蘭市 好了